马蒂斯周二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 一到在五角大楼出席新闻发布会时 发表了这番评论 国防部长马蒂斯说 在新加坡的特经会后 美国暂时取消了数个大型美韩联合军演 而小型演习仍在继续 但他表示 在与朝鲜有进一步的外交发展之前 军演可能会按计划进行 我们没有暂停更多演习的计划 就像我说过的一样 我们会和国务卿紧密合作 我们会尽力协助他进行工作 但此时没有关于继续暂停演习的讨论